那麼為了要經驗六四天安門事件24週年 香港跟台灣都有舉辦晚會 我們來看到台灣的部分 有部分在台灣的陸生 也現身在自由廣場跨海聲援 只不過為了要避免困擾 主辦單位特別發放劉曉波的面具 讓陸生可以全程戴上 台灣民眾則是在默哀一試的時候 一起戴上面具響應 為六四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戴起面具 點上蠟燭 自由廣場前的這群人 以默哀的方式紀念六四天安門24週年 除此之外 他們更要聲援面具肖像的主人 就是目前還被關押在北京監牢的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真的不好意思 主要是希望做出什麼樣子的 即使身在言論自由的台灣 台下的陸生們被問起敏感話題 一直戴著面具低調不願多談 不過台上跨海聲援的包括 民運領袖王丹 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等曾受迫害的過來人 倒是一派勇者無懼 未來在兩岸互動中 人權勢必是一個核心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通過這樣的晚會 讓台灣更多的公眾 能夠開始更加關心中國人權問題 如果台灣人要做事情 還要考慮大陸開心不開心 我覺得那不是台灣人該有的尊嚴 以行動向北京喊話 也呼籲台灣人民不能停止紀念六四 只不過大陸官方依舊維持過去立場 這樣的平反究責紀念形勢 哪一年會讓大陸真正改變 恐怕還有的努力 UDN TV 林秉舟王寒秋 台北報導 到